曾經有人在他的長輩 在墓地他要下葬的時候 他本來就想趕快處理完 就沒想到突然就下棋爆棚 羅宇的過程中 當然就很難免的 有一些話就不自覺地說出來 老大就說 是呀是呀 第二個就說 阿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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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三他是沒有講話 一年之後在這個過程中 老大 這些東西你講出來 有可能會變成事實 無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 卻異語成誠 清明節將至 許多人會計劃提前掃墓 而台灣的民俗禁忌多 免以老是謝仁錦 也受訪提醒觀眾朋友 少不時的一言一心 要特別注意 並分享兩個觸犯禁忌的可怕案例 那基本上來說 其實掃墓的過程中 會盡量說一些好聽的東西 而避免講一些不好的音樂 因為在風雨上面 尤其是在英宅相關的禁忌以後 其中有一個部分叫做刻印 所謂的刻印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有些東西你講出來 有可能會變成事實 所以呢 曾經有人在他的這個長輩 在墓地他要下葬的時候 突然間就是 一下子就是看天氣不是很好 大家本來就想趕快處理完 就沒想到突然就下起暴雨 然後一下起暴雨 大家就開始要躲雨 躲雨的過程中 當然就很難免的 就是有一些話就不自覺的說出來 老大就說 啊 戲啊 戲啊 第二個就說 啊 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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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老三他是沒有講話 結果沒有想到 在一年之後 在這個過程中 老大因為這個官司的問題 然後還想不開 老二呢 因為發生車禍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的腳已經不良於心 只有老三的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呢 在風水上 也有一種所謂的刻印的效果 這一點都是觀眾朋友必須要稍微注意的 所以有時候呢 觀眾朋友可能 對於一些這個所謂的過程中的小細節 可能自己沒有注意到 像為什麼我們提到說 盡量不要帶小朋友 舉例來說 有個小朋友呢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想要尿尿 那當然 長輩就 也沒有什麼處理 那你就到旁邊去尿 當然也會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他並沒有呢 他是面對著懸崖邊 往下尿 所以大家一般來說就OK啊 這樣子沒有問題 可能不會尿到別人的粉頭上 可是殊不知呢 從當天下午 這個小朋友就是 他的生殖期開始就是劇痛 然後而且有腫大的一個情形 那去醫院檢查 其實這個有時候他醫生也說不出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最後打電話來之後呢 我就說應該是他尿下去的地方 有人家的這個所謂的木 或者是撞骨頭的瘋在那裡 那當然基本上 為了要確定這個狀況 那把小朋友騎自帶來之後就確定 那底下應該是有個女生的墓在那邊 那你要準備什麼樣的東西到現場 然後帶著小朋友去跟他道歉 那後來呢到了現場 他們到那個鎮蝦房 確實是一個沒有照片 一個比較舊的一個墓 但是從墓碑上的名字可以看到 還是一個女生 所以透過道歉祭拜的這個過程裡頭 回來之後當天晚上 他小朋友這個生肌器腫脹 劇痛的這個狀態 就慢慢慢慢退掉 有了 來吧 這個星期三 有免醜 那也糊塞 有免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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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免醜